我是家里的异类 大姐在商场叱咤风云的时候 我在沙发上吃薯片 二姐在直播间帮警察叔叔算凶杀案的时候 我在沙发上看着直播吃薯片 三姐凭借智商被邀请进入门萨俱乐部 并靠打拳挣了百万千万的时候 我终于离开了我的沙发 被我的亲大哥接走了 亲大哥叫徐瑶 他盯着我看了会 警告道 虽然你是我的亲妹妹 但在我心里 徐清清才是我的妹妹 徐清清 占了我的身份 过了十几年优渥生活的假千金 那我没意见 毕竟我的姐姐们站在她的位置的话 肯定也会这么说的 我知道的 我肯定不会和徐清清抢 徐瑶一脸算你实相的表情 把东西收拾一下 跟我走 我猛逼 收拾什么 你的行李啊 你都被找回去了 难道还打算住到这间破公寓里面 我点头 是啊 你刚刚不是说徐清清才是你的妹妹吗 我回去干什么 徐瑶 我的意思是 你们都是我妹妹 哦 那倒不用 我随徐瑶前往徐家的大别墅 客厅里 我的亲生父母和徐清清都坐在沙发上等着 徐清清被徐母揽在怀里 眼眶通红 他一看见 我就带着哭腔道 妈 我还是走吧 我好怕姐姐不喜欢我 谁是姐姐 清清 你不要这么说 你亲生父母都去世了 你离开能去哪 如果袁佑真的容不下你的话 这点度量都没有 他根本不配做徐家人 徐瑶掏出针丝手帕 给徐清清擦眼泪 三两句就把我嫁到高点 一句话没说的 我已经成了人人口诛笔伐的恶毒女配 徐清清被徐瑶安慰之后哭得更狠了 徐母忙着安抚女儿 只有徐父上下打量我 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我 还好啊 千万别脑补出一场 我在外面端盘子送外卖的姑女 吃苦大戏 我说的还好是真的还好 但徐府明显没听到我的心声 他叹口气 我们养了清清那么多年 也养出感情来了 你别容不下他 以后他就是你妹妹了 如果 徐父上下打量我 眼里有属于商人的精明 过段时间 我会向圈子里公开你的身份 在这之前 你给我好好读书 我会把你送到诺克斯贵族学校 你和圈子里的二代打好关系 他拿出一张银行卡 我看了一眼 竟然不是黑色的 多降低罢总格调 你换一身形头 别给徐家丢脸 我欲言又止 看看徐父又看看徐清清 不知道有句话当讲不当讲 徐父不耐烦 讲 有没有可能 我现在 就是诺克斯的学生 特招生 贵族学校的学费二十几万 但入学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需要缴纳 二百万的教育基金 普通家庭根本上不起这个学 特招生除外 学习成绩特别好 在里面是免学费的 我穿得像个土鳖 徐父这么想也无可厚非 他点头 那说明学习成绩不错 轻轻 以后在学校好好照顾你姐姐 一家之主拍板 我就这么被留下来了 我满脸问号 有没有可能 我根本不想留下来 但所有人都觉得我想留下来 徐父对我的态度很满意 和管家说 收拾一间房间出来 管家还没说话 徐轻轻抽搭搭道 爸 把我的房间让给姐姐吧 那本来就应该是她的东西 轻轻 徐瑶一脸心疼 这么多房间 她哪个不能住 干嘛要你让出来 徐母拍拍徐轻轻的间 和我说 袁 我 我叫袁佑 袁佑 佑佑 轻轻在那个房间 住了那么多年了 二楼最右边那个也很好 你就住那个好不好 不要和轻轻抢 她已经失去亲生父母了 让她缓一缓 我无余子 懒得和他们扯皮 于是抬起手 撸起袖子 露出我的小天才电话手表 当着徐家人的面 给不知道有没有起床的 二姐打电话 姐 我今晚不回去 哎呀对 午饭不回去吃 晚饭 回去呀 我说完 真诚地看向徐傅 我姐叫我回家吃晚饭 所以就不再这住了 房间也不必准备了吧 众人神色各异 徐轻轻还想展现自己的大方 刚张嘴就被我一正言辞制止了 你放心 我不会和你抢任何东西 你千万不要在我面前哭啊 我最讨厌别人哭了 徐轻轻张着嘴巴 慢慢闭上了 下一秒 她就和徐母哭诉 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就大命了 在徐傅的劝说下 我最终还是住了下来 房间就是二楼最右边那个 我的左边是徐瑶 对面是徐轻轻 好大哥刚从假妹妹房里 出来就来敲我的门 她以着门框 没头能夹死苍蝇 袁佑 你知不知道 轻轻一直在哭 我视线没从手机屏幕上移开 不知道啊 你为什么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 你知不知道 轻轻多难受 她撞开我静止走进来 这些年轻轻一直是徐家小姐 你一回来 就要夺走她的一切 我摆手 让她随意 然后重新坐回沙发上 手机上是直播 三姐在国际大会上 用一口流利的英语 大骂某国污染海洋环境 话音落下 会场内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你在看什么 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袁佑 你不要这个满不在乎的样子 看着让人觉得装 说什么不争不抢 结果呢 一来就抢走了爸的注意 我点头 啊对对对 徐瑶气急 一把夺过我的手机 想要看看我看的到底是什么 却不由自主被里面的人吸引 他挑眉 袁运 我 你认识他 徐瑶 他是轻轻的家教老师 我意味深长地看了徐瑶一眼 这哥疑似脸红了 不过 之前三姐还说叫了个连一元四次方程都不知道 姐的千金小姐 一骂就哭一打就碎 还有他傻逼大哥 整天搞一些小脑萎缩的动作 原来就是徐家两兄妹呀 徐瑶对三姐的评价很高 他 很不错 你学习成绩 真的是靠自己进的诺克斯 资料上 并没有说你成绩很突出 你不会是为了博霸地注意撒谎了吧 袁佑 撒谎是不对的 你觉得你之后能远回来吗 我 徐瑶见我不说话 应该是以为我心虚 恨铁不成钢地骂了我几句 自以为大方帝替我远谎 我让袁运带带你 尽诺克斯的事情 我来想办法 我想到公寓里那一面被砸坏的墙 有一个拳头大的凹陷 说起来很恐怖 那是三姐今年累月 用拳头砸出来的 我急忙摇头 算了算了 我没那福气 徐瑶被俘了好意 冷笑一声 行 我不管你的死活 我 你猜我为什么不说话 是不会吗 四日周一 我赶去上早八课 走到门口的时候 徐轻轻过来拉住我的胳膊 姐姐 我们一起去上学吧 我想起她对辞敬的热衷程度 已经到了能让设恐人恐惧的地步 我拒绝 不了吧 徐轻轻眼眶当时就红了 姐姐 你还是不喜欢我 那我还是走吧 徐母看看我看看徐轻轻 语气中隐隐含着责备 又又 轻轻是好意 我 呵 可能是不敢一起去吧 怕谎言被拆穿 徐瑶面路计较 我扫尸一圈 甚至不需要去医院拍片戏看 都知道他们的小脑被裹得厉害 谎言 什么谎言 徐富一下子抓到了重点 他眯着眼 取纸敲了敲桌面 小李 送两位小姐一起去学校 说是送 其实是确保我确实是诺克斯的学生 姐姐 你的校服呢 没穿校服不能进去的呀 徐轻轻单纯地眨把眼睛 我就说忘了什么 原来是校服 在家 我给我姐发消息 让她给我送 徐轻轻惊讶地捂着嘴巴 还有校牌 不然的话也进不去呀 我当然知道 姐姐都准备好了就好 我还担心 她话由未尽 偷偷往徐富内瞥了一眼 我 别担心 免得最后会失望 徐富的司机 亲自送我们去上学 徐瑶就坐在副驾时 时不时往后视镜里看看 生怕自己养大的妹妹被我欺负了 我翻了个白眼 给二姐发了条消息 二姐没回 于是我打个电话 那边的声音极其暴躁 袁佑 你要是没有正视的话 老娘杀过去弄死你 姐 你帮我把校服和校牌 还有书包送到校门口 我轻声撒娇 好二姐 求你了 等了很久 二姐骂骂咧咧挂了电话 我知道 她是同意了 心情颇好地笑起来 后视镜的视线 无意间扫过来 我迎上徐瑶复杂的目光 徐瑶偷看被我抓住 她吃了声 移开视线 我还以为 你在谁面前 都是那副死样子 原来是会和徐清清 一样撒娇的 二姐在外面 不怎么注重形象 我早该知道的 但她捧头垢面 穿着皱得跟咸干菜 一样的T恤和裤脚 大的能赛下一个 我的时候 我还是震惊了 来往从豪车上下来的 富家千金少爷 都忍不住打量她 袁佑 车刚停下 二姐就跑了过来 她把袋子一丢 白手 我先回了 袁运下午就回来 有事别找我 找她 我从袋子里 拿出校服外套套上 二姐干脆利落转身 却也没有错过 车上人的打量 一行四人 除了我 其他人的视线 都放在她身上 二姐动作一顿 拉着我走到一边 姐 我的衣服 我衣服还没穿好 就给她拉了出去 昨天 徐家人找我 我把手伸进袖子里 徐家遇上市了 二姐怂怂肩 对 企业处处碰壁 怀疑是什么东西 坏了风水 什么东西 我一愣 反手指着自己 我 那不然呢 二姐反问我 我当时就呆住了 所以 二姐上下审视我 确实是有点问题 但和你没关系 问题出在那个假的身上 你们的命格相冲 对徐家的气韵有点影响 那怎么办 二姐很得意 我说 徐家的两位千金要分开 一个假的 一个真的 有脑子都知道选哪个吧 你小时候 不是一直喊着 要爸爸妈妈吗 这下 她说到一半停下 看着我诡异的表情 卧槽 二姐的表情更诡异 徐家人不会那么拎不清吧 恭喜你猜对了 二姐一脸无语地走了 离开前还拍拍我的肩 他们要对你不好 你就回来 我和大姐 还有圆韵 一直都是你的后盾 要是敢欺负你 呵 我目送二姐离开 徐瑶从身边经过 重重撞在我肩膀上 你既然已经被认回来了 就不要再和那些人打交道 我莫名其妙 傻逼吧 我心是重重去了教室 脑子里回想着 今天早上徐家父母的态度 好像没什么不对劲 大概是还没决定要 送走哪一个 或者我该期盼一下 他们选择的是我 但有句话说得好 期盼越大失望越大 所以还是算了吧 我胡思乱想到放学 接到了三姐的消息 我去接你 我 行 我溜溜搭去了校门口等着 却没想到 徐清清在门口守株待兔 她看见 我就睁大眼睛 双眼发亮 姐姐 今天司机请假了 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回家了 一起吧 不了吧 我话没说完 被徐清清拖着往外走 等等 我 徐清清抓着我的手腕 眼泪说掉就掉 姐姐 你不想和我一起回家吗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的姐姐 徐清清在学校名气很大 如沐和讨好有些出于身份 有些不适 但这导致的结果就是 我们的拉扯吸引了 越来越多人的视线 可恶 回回回 我跟你走 说完 我拽着徐清清跑开了 学校兴致决定了路上 没多少一起走路回家的同学 我被徐清清拉着走了没多远 前面有人拦路 是一群黄毛 姐姐 徐清清害怕地抓住我的袖子 我表情一言难尽 好好好 这么会掩饰吧 我把徐清清拉到身后 高声道 你们不要欺负她 有什么事情 冲我来 徐清清 感觉哪里不对 为首的小黄毛宁笑 行啊 那你跟我们过来 她指了指一侧的昏暗巷子 我警惕地往后退 没想到这个时候 徐清清猛地推了我一把 然后撒鸭子跑了 我差点摔个狗吃时 往后一看 只能看见她狂甩蹄子 养起来的尘埃 小黄毛们呈善行 将我围堵在巷子口 哥 你先生 我拍着呢 你拍个屁 那个被叫哥的黄毛 一巴掌拍在小弟的后脑勺 对着我伏地做小的讨好 姐 您是我亲姐 这是您千万别告诉孕姐 要不然 要不然什么 冷淡的声音 从黄毛的身后传来 我看见戴鸭舌帽 穿灰色卫衣的短发女生 兴奋地招手 三姐 三姐朝我点了点头 走到黄毛面前 一脚踹在她膝盖上 黄毛腿软跪了下去 那双清冷的丹凤眼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你在干什么 黄毛简直欲哭无泪了 就是有人请我们 教训一下您妹妹 但在这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 是悠悠姐呀 我要是知道的话 借我一百个 但我也不敢说要教训她 三姐言简一概 谁 是徐清清 就是刚刚和悠悠姐 一起走的那个 我们刚刚也就是做做样子 毕竟徐清清给的钱是很可观的 三姐看向我 我有些无奈地摊开手 三姐垂下眼皮和黄毛说 她做错了事情 就要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 等我回去就知道了 我笑嘻嘻地挽住三姐的胳膊 姐 幸好有你给我撑腰 要不然 我要被欺负死了 三姐 其实也不比我大多少 但她年少老成 性格比二姐 还要成熟稳重 她拍了拍我的脑袋 受欺负了 就回来告状 姐姐带着你杀回去 至于那个叫徐清清的 她眯起那双丹凤眼 冷冰冰地吐出一句话 我会让她离开诺克斯 哎呀呀 假公祭司不好吧 学生会主席 我没骨头似的 靠在三姐身上 她也不嫌我粘人 一手搂着我的肩往前走 虽然对徐家父母 并没有什么感情 但该有的礼貌 还是有的 所以我这天 没回我的小公寓 三姐把我送到了 小区门口 刚进小区不久 手表上来了个电话 备注是徐脑萎缩 徐瑶的专属备注 我直觉没好事 接通电话之后 嗯 果然没好事 袁佑 你为什么要找人 欺负清清 你知不知道 他们做了什么 怎么会有你 这么恶毒的人 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 但是呢 你竟然想让人 把轻轻逼走 袁佑 你说话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知道你在听 你说话呀 我抬头望天 并不想开口说话 而且事情始末 她都讲清楚了 我能说什么 解释 说我没有 我没有 是徐轻轻诬陷我的 有用吗 没有 所以我说 徐轻轻说人是我找的 证据呢 徐瑶愣住 什么证据 不是你还能是谁 你回来之前 轻轻从来没出过这种事 那你认定 是我了 徐瑶犹豫了一下 徐轻轻哭声通过听筒 传进我的耳朵里 徐瑶立马说 对 就是你 轻轻说是那些人亲口说的 哦 那我先把电话挂了报警吧 说完 也不等他们反悔 拨通了警察叔叔的电话 我特地返回小区门口等警察叔叔 然后和他们一起去徐家 这是我亲生父母的家里 我前几天才被他们认回去 但家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他们把和我交换了十几年人生的女生 当成亲生女儿 我知道他们都不喜欢我 嫌弃我土里土气 但我一直把他们当作家人 叔叔 我这么多年 一直在孤儿院长大 很想要爸爸妈妈 没想到 爸爸妈妈根本不听我的解释 说我喊人欺负了他们的女儿 我扯着警察叔叔的袖子裤 眼看着叔叔被感染得红了眼眶 他拍拍我的脑袋 叔叔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嗯嗯 我用力点头 擦去眼角的泪水 说得跟谁不会掩饰的 有警察出面主持公道 还关系到未成年人 被社会上的混混威胁 这是可大可小 徐清清害怕自己的事情被查出来 本来就白的脸色更加苍白 他吞吞吐吐 爸妈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也没什么事 徐瑶一份舔鹰 这种事情 怎么能算了 清清 你放心 那些欺负你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警察叔叔很温柔和煦地说 是法律不会放过他们 未来爸总被法律俩字 浇灭了所有气焰 徐母也拍着徐清清的手安慰 还给我使了个眼色 我 阿姨 你眼里进沙子了吗 要我给你吹吹吗 徐母 不用 她想单独问我到底 有没有指使那些混混 大概还得警告两句 但我多怕麻烦呢 所以还是算了吧 倒是家里比较正常的徐妇 看看我再看看徐清清 一个坦然一个心虚 她这种人精一眼就看出来了 啪 徐妇一巴掌拍在茶几上 好了 警官 这件事辛苦你跑一趟了 但孩子没什么大问题 我们也不打算追究了 至于你刚刚说 我们认为那些混混是我亲生女儿指使的 没那回事 小姑娘就是太敏感了 几句话就把整件事大事化了 看似一碗水端平 其实整颗心都偏到了徐清清肾上 我想到二姐跟我说的话 暗暗思索着这一家子 是不是已经想好 要留下哪一个了 警察叔叔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我把他送出门 林了 他拉着我的手 多和你爸你妈沟通 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他们亲生的 我嘴上硬着 心里却说 应该没什么机会了 果然 我回去之后 徐富给了我一张金卡 这卡里有五百万 你搬到外面去住吧 不亏是爸总 真的好霸道 我急忙接过金卡 好的好的 谢谢徐叔叔 徐富 他脸臭得要死 恼怒 滚出去 我们徐家 就没有你这么小家子气的女儿 五百万 徐清清和徐瑶 都不会看在眼里 你呢 本来只是想试试你 叫你搬出去 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想 是不是在你心里 我们的妇女关系 就只值五百万 我摇头 不是啊 我以为还不值五百万呢 徐富 徐富气地用扫把 把我赶了出去 我站在别墅门口笑 很真诚地开口 叔叔 这两天真的打扰了 真没想到会是您的女儿 也没想到 我们的妇女缘分那么浅 你看 我们这两天都没像其他爸爸女儿一样谈过心 但我知道你是一个好爸爸 只是你心中唯一的女儿是徐清清 对不起了 我没有徐清清优秀 不能让你满意 我走了 白白 徐富 徐富盯着我 不知道那句话触及到了他内心的柔软 身体抖了抖 我转身 身后的人情绪 身后的人情绪越来越激烈 我生怕他因为这几句话重新 把我喊回去 把我喊回去 所以走得飞快 远右 徐富 徐富 没忍住喊我 我抬起手臂拦在额头上跑起来 我知道 这个动作从身后看肯定像是在抹眼泪 等到了拐角我才放慢速度 用小天才给大姐打了个电话 姐 你回家的时候能不能顺便接上我呀 我和你说 我刚刚挣了五百万 虽然没你一天挣得多 但我真的尽力了呀 这一个月 除了需要应付徐家人之外 我的生活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但徐清清就不一样了 听说他在诺克斯处处受挫 因为作风问题受了几个处分 学校里的公示栏上贴着他的照片 下方是三封检讨信 第一封 我在学校使用违规电器 第二封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第三封 对不起 我不该和学校外面的混混接触 第二封没有事情缘由 我问三姐 三姐说是一起校园霸凌 被霸凌的女生现在已经休学了 我费了点力气 才查出徐清清是为首的霸凌者 我有点好奇是怎么查的 去家教的时候 在她房间发现了霸凌时拍摄的视频 她怕我把这件事捅出去 所以才答应了这三封检讨书 三姐顿了顿 但是该说的还是要说的 暂时先稳住她 等我确认名单把证据握在手里再说 三姐喜欢做不出手 则已一出手惊人的事情 徐清清要晚 我感叹一句 把手里的情帖转了一圈 徐清清的生日宴 好笑的是 这是徐清清亲自送过来的 美其名曰 想要姐姐融入上流圈子 但我现在是什么身份 去了也就是个笑话 手表亮了一下 是二姐发来的消息 又又 十二号和姐姐一起去徐家吃席 但和二姐去就不一样了 二姐比我更像笑话 二姐 徐清清生日宴 是个陆明流公筹交错的名利场 我和二姐一起围着长桌吃吃喝喝 徐府和徐母在场内搜寻一圈 静止朝二姐走来 原大师徐父恨铁不成钢地瞪了我一眼 很快管理好表情握住二姐的手 多亏了你上次的提点才让我们家度过危机 二姐小口小口吃着蛋糕 皮笑肉不笑 不用谢 反正你们也留错了人 徐父 徐母惊讶 这是什么意思 二姐给了我一个眼神 让我看她发挥 接着 她用帕子擦了擦嘴 亲生说 本来你们留下亲生女儿 可以让家业更上一层楼 还能攀上一层 你们做梦都想攀上的关系 但是 你们留下的是一个扫把星 徐母脸色难看 袁大师 你说话太难听了 难听 有什么难听的 且看着吧 再等十分钟 你们就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徐父谨慎地思考了几秒 这也是大师算出来的 二姐微笑 不是啊 我只是知道 你现在这个女儿惹了不该惹的人 徐父 谁 二姐伸出食指在四周晃了一圈 最后停在我身上 我瞬间成为焦点 那一瞬间 我飞快地低下头 想找找 有没有地方能让我钻进去 而你 我的二姐 我愿称你为安人克星 徐父打量我 不明白得罪了 我能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毕竟我的履历很清白平淡 但仔细一想 会不会太平淡了些 他淡淡道 大师不妨直说 二姐神秘莫测地笑而不语 我看得眉心直跳 总有种会出大问题的预感 徐父面色冷下来 忍着脾气不发火 他转头和我说 你跟我过来 我不太情愿 要不还是算了吧 徐青青马上就要出场了 今日的主角会光芒万丈地 从旋转楼梯上下来 徐父要是不在 小寿星会难受死的 徐父一瞪眼 费什么话 跟我来 行吧 我老老实实跟着徐父出去 他站在阳台上点了根烟 你怪我和你妈妈吗 我摇头 没有感情的话 谈不上怪啊恨啊的 那就是怪的意思了 我怎么就听不懂话呢 袁佑 青青和沈家有婚约 我们不可能放弃她 为了整个徐家好 你要是想待在家里 就必须和她打好关系 当然 我也可以送你一套房子 你就住在外面 日常打理都交给保姆 徐父越说越离谱 我急忙拦住她 我说的是实话 徐叔叔 如果我从小到大都缺爱的话 可能会很想融入你们 但我并不缺爱 我有很爱我的三个姐姐 在我心里 其实和您是一样的想法 如果徐家能和我的姐姐们 好好相处的话 我就可以认回我的亲生父母 但现在的问题是 我姐姐们对你们的感官很不好 徐府夹着烟的手都在抖 毕竟是亲生女儿 有血缘关系羁绊 她不太确认地审视我 我真诚地回望她 半晌 徐父终于确定 我说的是真的 徐家要接受我 我必须和徐清清打好关系 但我要接受徐家父母 他们也必须被我的三个姐姐承认 只可惜 这两件事相互矛盾 一旦我要为了徐家父母 讨好徐清清 那我的姐姐们 就不可能对他们有好感 可 我是你亲生父亲 徐父有些不知所措 我沉默 阳台外的光暗下来 我回头看去 一束聚光灯 打在旋转楼梯上 徐清清穿着夜地长裙 缓缓走下来 她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容 但就在这时候 聚光灯灭了 挂在墙上的巨大幕不亮起 一个被打了马赛克的女生 跪在地上 徐清清的声音传出来 响彻整个会场 谁叫你勾引沈哥哥的 你知不知道 她是我的未婚夫 旋转楼梯上的 徐清清脸煞白 徐府看了我一眼 灭了烟大步走进去 徐瑶第一时间 赶到徐清清身边 把她扶起来 她怒吼 她妈的谁弄得 徐清清 哆哆嗦嗦站起来 哭着喊 是圆韵 肯定是她 视频还在播放 女生求饶的哭声 刺激着众人的耳膜 她们神色各异 纷纷摇头 关不掉 工作人员喊 那就把电源拔了 灯光全部打开 照亮所有人的脸 好好的一场生日宴 被弄成这样 徐瑶第一时间 想到的就是我 袁佑 是不是你弄的 你说呀 她气急 揪着我的衣领抬手 一人对着她的膝盖 踹下去 徐瑶整个人 跪在我面前 三姐神色冷冰冰的 用脚尖 碾徐瑶的脚腕 力气极大 徐瑶疼得直冒冷汗 圆 圆韵 三姐 三姐冷漠地看着她 事情是我做的 徐瑶睁大眼睛 三姐轻吃一声 一个打女人的贱货 我摸鼻子 眼神有礼 之前看徐瑶的反应 她好像对三姐 有某种感情 被喜欢的人骂贱货 太惨了 三姐一脚把人踹开 走到我面前 帮我把衣领整理好 怎么不知道躲 万一她真打你了 怎么办 语气含着责怪 但我并不觉得被骂了 笑嘻嘻地摇三姐的手臂 好姐姐 我就知道 你会出面阻止的呀 三姐是谁 是诺克斯学生会主席 手下人不是富二代 就是少年天才 一身耀眼的荣誉 被圈子内的人 评为最适合 当豪门儿媳的姑娘 但现在那姑娘 一脚把徐瑶踹开老远 护独自似的 护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我 徐富把徐清清丢给徐母 快步走过来 她打量着 自己心目中的儿媳 看向我 圆韵是你姐姐 我点头 是啊 你为什么不早说 徐富气的心脏病都快发作了 我 你也没问哪 徐富 圆韵 这些年 我们徐家 对你不好吗 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不说 三姐对着长辈 同样是面无表情的一张脸 她和徐府对视 说了就看不见徐先生 是怎么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的了 徐富 我拉着三姐 姐 别把徐叔叔气死了 要赔钱的呀 三姐拍拍我的手 不说话了 但徐富这下是真的要被气死了 徐瑶站在一边 好半赏才接受这个事实 她捂着背踹的胸口 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黑着脸 圆韵 你再替圆佑算账 圆韵不说话 拉着我走了 喂 喂 正在众人扯头花的时候 二姐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到音响 在整个会场回荡 她嘿嘿一笑 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参加霸凌者徐青青的生日宴 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她可不是徐家亲生的 为了留住假千金 把自己的亲生孩子赶出去 这样的家 是无福之家 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孩子嫁进来 会变得不幸哦 有和二姐打过交道的人认出她来 远大师 您好您好 我在您这边约了很久了 想要您帮忙画一道符 二姐转瞬间 被人群淹没 徐富多多缩缩缩拦住我 圆 圆吴也是 是啊 你之前说你有三个姐姐 还有一个 你说我大姐呀 她 哎 三姐 你别拉我 我还没说完呢 圆韵手劲特大 我根本没有挣扎的余地 姐 你行行好 你不知道你 手劲多大吗 圆韵松了力道 回头看徐富 我敬您是长辈 不想把话说太难听 但是 如果您因为圆佑背后这层关系 才任她回去 我看不起您 三姐太有礼貌 还知道用您 简直给我感动哭了 正走到门口时 徐清清抱着自己的裙摆奔过来 拦在我们面前 我和圆佑换了身份 明明 我才是你们的亲妹妹 你为什么要帮她对付我 我弱弱举手 我们 你闭嘴 圆佑 是不是你在我姐姐面前 说我的坏话 你占了我的人生 还怪我抢了你的爸爸妈妈 我叹气 把主场交给三姐 三姐把我拉到身后 冷漠地看着徐清清 我数三生 一 二 我的嘴角抽搐着替徐清清默爱 徐清清仗着整个会场都是观众 我三姐不可能会做什么 她直愣愣地站着 打算和三姐刚到底 三 话音一落 三姐往前走了一步 腾空来了个侧悬梯 徐清清飞出老远 砸在香槟塔上 姐 不会死吧 三姐冷冷一瞥 死不了 行 死不了就行 我被拉着出去 回头时看见二姐给徐清清递了快手帕 她说 这是我擦过桌子的 你别嫌弃 徐清清抓狂半分钟 很快反应过来 姐 姐姐 我就知道 你别叫我姐姐 二姐恶心出了一层鸡皮疙瘩 忘了和你说了 我们四姐妹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之前在一家孤儿院 所以 我们不是你的姐姐 也没有你这么蠢的妹妹 我们的妹妹 只有缘佑 她说完 站起来 笑着将徐清清 没药的手帕丢下 不知道你的未婚夫 还会不会娶你 徐清清 这才想到 和自己有婚约的沈家 她被爆出霸凌 还被这个被圈内人称为 大师的袁武 说是扫把星 沈家纵使不信这些 也会掂量掂量 要不要娶她 可是 可是她做错了什么呀 都是因为缘佑 我刚从会场出来 就打了个喷嚏 三姐把外套脱下来 披在我肩膀上 姐 没事 别拒绝 哦 我拢了拢外套 二姐怎么还没出来 还有 徐清清和沈家有婚约 不会是我想的 那个沈家吧 能让徐傅 这么讳莫如深的沈家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 是 三姐没细说的意思 我只能等二姐 出来再问了 韵韵说的没错 就是那个沈家 据说还是真爱 二姐踩着猫不出来 见我回头看 她就抛了个媚眼 接下来就不是我们该操心的事情了 交给大姐 我看着他们接力赛式地 把徐清清踩进尘埃里 感叹道 希望大姐手下留情 一辆家常林肯悄无声息地停在路边 后座的人摇下车窗 露出一张灵力具有攻击性的脸 她穿着得体的衬衫黑裤 通体轻贵的气质 大姐 我扑到车门上 大姐轻轻点头 上来再说 我坐到大姐身边 挨着她贴贴 姐 你不是在国外出差的吗 大姐揉了揉眉心 笑得很温柔 你生日 我总归要回来的 徐家父母默许徐清清邀请我去宴会 却忘了在这天同样是我的生日 我在大姐身边扭城区 那我的生日礼物呢 大姐拿出一个保险箱 看看 我结果钛合金保险箱 不用看都知道是博物馆藏品水准 一看果然 是一条粉钻项链 坠下来的那一颗粉钻十分完美 在灯光下透着粉色光芒 则 礼物就得在你之前给 不然太丢分了 二姐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布裹着的东西 是一枚高冰重手镯 唯一奇怪的是 手镯内里有一条条的红丝 戴着吧 我开过光的 关键时候能救你一命 说完 我们都看向三姐 以往每一年 三姐的礼物都是最不靠谱的 不知道今年能不能靠谱点 三姐在我们的注视下掏出一打照片递给我 我一看 上面都是青一色的肌肉男 我 三姐 选一个 二姐 大姐 圆韵 你这是从哪学来的 三姐莫名 解释道 沈家可能会被徐青青挑拨来对付又又 我们各有各的事 所以 我想找个人来保护她 她手下有不少人 选出来的这些都是好手 我松了一口气 沈家这么疯 他们把法律当什么了 大姐敲了敲大腿 点头 你说得对 怕沈家狗急跳墙 不得不防 又又 你选一个 我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有点佩服三姐的审美 于是我小心翼翼道 我可以都要吗 大姐 你觉得呢 二姐 又又又 又又也开始春心萌动了呀 三姐 可以 都给你 我 从车上下来 我才知道大姐在一个庄园给我安排了晚宴 圈子里的名流们赶场般丢下徐家人跑过来 徐福也接到了邀请 他在客厅看到二姐和三姐时 眉心一跳 有种不好的预感 徐叔叔 徐富听到声音 下意识转头 看见了和徐清清联姻的沈家大少爷 沈大少本来在国外出差 连徐清清的生日宴都没赶得上 却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这场临时发出邀请的宴会上 光是这个对比 就能让徐富看出这里的主人有多大的能量 听说 清清在生日宴上被欺负了 沈大少大有一副谁欺负清清 他要弄死谁的架势 徐富擦擦脑门上的汗 也算不上欺负 这件事是清清做错了 沈大少冷笑一声 做父亲的怎么能和别人一起 指责自己的女儿 徐总是因为亲生女儿找回来了 所以想把清清赶出去 徐富苦笑 突兀响起的音乐打断两人的交谈 我穿着大姐半年前 从顶奢品牌预定的礼服走下来 和徐清清那场宴会的流程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是我这边没人放霸凌视频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妹妹的生日宴 大姐朝我伸出手 我把手放到大姐的手心 大姐继续说道 我们姐妹四个都是孤儿 在孤儿院开始相互扶持 多亏了幼幼 我们三个姐姐才有今天的地位 自从我的生意做得越来越顺 家里几个都是要什么 我给什么 尤其是最小的这个 但是没想到 我仅仅出差半个月 她就被人欺负了 大姐穿着笔挺的西装 短发打了发交 刘海被全部梳到脑后 露出凌厉张扬的眉眼 她环视全场 最后定格在沈大少身上 小沈总 你未婚妻惹出来的是 你需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沈大少端酒杯的手一抖 压低声音问徐傅 这个叫袁佑的就是你女儿 徐傅盯着台上的我 深深叹了口气 是 沈大少 那这还斗什么斗 她喝口酒压下自己的情绪 袁总误会了 和我定下婚约的是徐家女儿 徐清清既然不是亲生的 那我们之间的婚约 肯定是不作数的 我嘴角抽抽 人精啊 人精啊 在常人一个比一个慧眼 大姐嘴角挂起 似有似无的笑 小沈总聪明 晚上熬了个大夜 第二天还要去赶早八课 我的怨气比例诡大 三姐把我从床上薅起来 离开前留下一句话 你选的人在下面等着 什么 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脑袋有些猛 半晌才想起来 我确实在三姐给我的照片里 选了一个 是个有腱子肉 差不多一米九的大帅哥 长得像吴彦祖和黎明 名字叫陆幻之 下楼时 陆幻之就坐在沙发上 挤背鼻挺 力量感的背肌 在衬衫下若隐若现 有种西装暴徒的感觉 我跑过去看他正面 竟然没有照片 果然长得像吴彦祖和黎明 陆幻之看见 我就站了起来 脸上没什么表情 幼幼小姐 你好 我抬头看他 打招呼 你好 我会全天24小时守候您的安危 如果您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会想办法 但您放心 在您有危险的时候 我一定会马上赶到 陆幻之的保证坚定又忠诚 我伸手 握住他满是茧子的掌心摇晃 多谢多谢 陆幻之盯着两人 握在一起的手许久 视线慢慢沿着我的手臂 挪到我脸上 他说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保镖是请了 但那是以防万一的 谁也不希望发生意外 只是没想到 当天放学就用上了陆幻之 一辆黑色麦巴赫停在校门口 沈大少怀里抱着一捧红玫瑰 我出校门的时候 他大步迎上来 拦在我面前 袁小姐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荣幸请你吃顿饭 我看着打扮得跟花孔雀一样的沈大少 直觉不好 昨晚说什么和徐家联姻 不会放弃了徐青青看上他了吧 二姐不是说两人是真爱吗 我抓住书包袋子摇头 沈叔叔 我姐叫我回家吃饭 沈大少脸上的笑容 因为一生沈叔叔没了 他深深吸气 袁佑 当初的婚约 是我和徐家的女儿 现在徐家的女儿是你 虽然 你由你姐姐护着你 但毁约是不对的 我一脸惊恐 可是 沈叔叔 我现在还是未成年 可以先订婚 等你长大了再结婚 沈大少像是哄骗小孩的怪叔叔 我实话实说 但是那时候你都老了 沈大少 他脑子一转 打算换一种方式 你大姐天天飞来飞去出差 你就没想过帮他分担一点吗 如果我们有婚约的话 沈家和袁家就是一家人 到时候互帮互助 你姐姐也没有那么累 我 哦 沈大少等了半天没下闻 反倒是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沈哥哥 我和他同时转头 看见了从校门口跑出来的徐清清 他比昨天憔悴 怯生生地站在不远处 姐姐 你是不是很恨我呀 什么都要跟我抢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能不能把沈哥哥留给我 他眼眶通红 抽抽搭搭地抹眼泪 我看沈大少 沈大少看我 一个眼里莫名其妙 一个眼里有一闪而过的心疼 我就说 还是爱的吧 留给你留给我 我对老男人没兴趣 我摆摆手 说完就走 却被沈大少拉住了手腕 沈大少刚想说话 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陆患之反手压在车身上 陆患之在旁边从头看到尾 最后确定 我对沈大少确实是没有意思 才出手 他出手很拉 一拳砸在沈大少的拳骨上 我看得牙齿一酸 徐清清待在原地 抖着手指陆患之 你 你敢打他 眼看陆患之下一拳即将落下 我急忙拉住他 别打了别打了 等下人没了怎么办 陆患之这才停下 他恭恭敬敬 做出请的姿势 悠悠小姐 我送您回家 事实证明 人是会苟急跳墙的 就在一个风和日历的下午 我被绑了 绑匪戴着头罩 但我从他手腕上的 劳力士限定版认出了 他是徐瑶 这个人知道换一辆低调的面包车 但是不知道把行头换一换 不亏是被裹了小脑的 我叹气 徐瑶 你要带我去哪 徐瑶 你怎么认出我的 我用下巴指着他的手表 莫 徐瑶不自在地把袖子弄下去点 他牧师前方当作没发生什么小插曲 是徐清清让你这么做的 你要把我绑去哪里 杀我灭口吗 你不可能不知道 我有三个神通广大的姐姐 大姐有钱有人脉 二姐有实力 她被称为铁口之段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姐暗地里的关系 比大姐还要错综复杂 所以说 如果徐瑶没打算杀我灭口的话 我迟早会被找到 到时候整个徐家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徐瑶一拳打在方向盘上 他回头朝我吼 你认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当姐姐 为什么不让我们认清清 袁佑 因为你清清昨天晚上自杀过一次了 你知道吗 所以只要你消失 只要你消失就好了 他失神般呢喃 完全忘了自己还在开车 我刚想开口提醒他 却看见一辆大货车失控撞过来 砰 撞击声在耳边持续放大 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恢复清醒时 侧头一看 一条钢管从前窗玻璃插进来 贯穿整个车身 而那条钢管离我仅剩两厘米 徐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一截血淋淋的管子将他定在驾驶室 徐瑶瘫痪了 我毫发无伤 唯独手腕上的镯子碎了 二姐赶过来 看见我呆呆地坐在长椅上 松了好大一口气 幸好幸好你随身戴着镯子 傻了 我摇头 看着手术室上的红灯 二姐冷笑一声 活该 她为帮徐清清不惜绑架你 但你看她出事之后 徐清清有没有来看过她一眼 我这才想起 徐清清一直没出面 她去哪了 二姐怂怂肩 谁知道呢 徐家父母紧赶慢赶到了医院 徐母都要哭晕过去了 徐府也一下子苍老了很多 前者一看见 我就扑过来抓住我的肩 你哥哥怎么样 怎么突然会变成这样 你为什么不拦着他 你这个扫把星 我皱眉 神经病吧 二姐对此深有感触 手起刀落 砍在徐母后搏梗 任由她倒在地上 谁也没去管 二姐冷笑 徐总 你夫人是不是脑子有病 徐父也觉得这话说得太过分了 这是徐清清是罪魁祸首 徐瑶是帮凶 如果她不是父亲 徐瑶出车祸她 甚至会觉得活该 袁佑 你别多想 这件事和你没关系 徐瑶出事也不是你的错 我摇头 我没多想 我还是个受害者 没有任何错 徐父 徐清清知道 徐瑶出事的时候逃了 沈大少帮忙办的出国手续 但在机场的时候 被二姐的人截了下来 她被按在徐瑶的病床前 徐父和她说 清清 我儿子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 所以接下来 希望你能照顾她的下半辈子 这个意见是我提的 为徐瑶好 但也想看看 这相亲相爱的两兄妹 在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下 能不能还维持着那么好的感情呢 我看了会 在徐清清的哭闹和许母的懊悔中 离开了病房 陆患之在外面等我 她满脸歉意 抱歉 是我的疏忽 才让你身处危险之中 干嘛要道歉 我又没事 我笑笑 朝着在外面 等我的三个姐姐走去 谢谢大家